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坤 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呢 哦 是他呀 那个口味刁钻的美食评论家 那年山水座美食节请他当过评委 好像对未经过敏 对未经过敏 丁虹 是我 我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需要你帮我做一下 接下来啊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比赛的规则 咱们这次比赛啊 实现三个小时 那么主办单位呢 特地为双方分别准备了一间 专用的储藏室 钥匙已经交由参赛者自己保管 为了保证比赛的公正性 储藏室的钥匙只有一把 由参赛选手持有 请选手妥善保管 千万不要弄丢了 唐烈 这次可别再弄丢了啊 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 我还要向选手再次确认一下 你们是否已经仔细地 阅读过咱们比赛的规则了呢 那好 鉴于这次比赛的激烈性 主办方本着严谨专业的态度 细心制定了本次比赛的规则 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比赛过程中 主办单位也会严格地执行这些规则 最后的比赛结果 也一定是公平且公正的 好了 接下来 就让我们共同倒数十秒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天鹑 Besat 新儿 曉虎 拿来啦 我办事你还信不过呀 这酒店保管房间备份钥匙的 就是我亲弟弟 我弟那个人别替有多难弄了 没我不行的 好了好了 事半长了少不了你的好处 以后有什么事尽管说我一定找办 你啊赶紧回去 时间长了怕老爷子起疑心 好好好 赶紧的 好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所有的菜呢 我们评审都品尝完了 那么现在进行最后五分钟的 评审团讨论 你看 你看你看这个 你觉得 也不是能不能有传奇 不知道 妈 你说个今天能硬吗 这个还不好说 还不太清楚 时间到了 那好 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主评审 为我们揭晓最终的比赛结果 有请 下面我宣布 今天的冠军得主是 林翔 林大厨 恭喜林大厨 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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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原先生 你怎么了 原先生 请稍微 请稍微 谢谢 先生 怎么会呢 那个汤里怎么会有味精呢 这真要是出了人命 他俩该怎么办呢 阿姨 唐唐 唐长怎么样了 小夕姐 我哥还在里面被问话呢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妈都快急死了 小夕啊 你一定要帮帮他们俩好吗 阿姨 你先别急 我已经找了律师 我们现在进去处理 好好 律师 我们这边走 麻烦你了 喂 小夕 阿姨 唐政他们俩兄弟怎么样了 什么 可以交保了 我知道了 真可惜 又没能一次争死他们兄弟俩 杨律师 好 那一切就麻烦你了 没关系 谢谢您啊 谢谢 不用谢 再见 谢谢 谢谢啊 再见 爸 您怎么来了 我现在是代理总经理 当然得来了解一下状况 唐政啊 比赛规则 已经明确规定不能使用魏晶 可是你们偏偏要铤而走险 害得评审因为魏晶过敏 这下山水不仅输了比赛 就连你们两兄弟啊 都有可能面临刑事和民事的赔偿 总经理 我和阿力 已经仔细回忆比赛的每一个细节 确定是没有放过魏晶的 对啊 绝对不可能 这汤是你们做的 所有材料都是你们自己加的 不是你们 那难道会是评审自己喝时偷加的不成 爸 事情已经到现在这个时候了 你干嘛还火上焦油呢 我可以不管 但是我认为 该对这件事情负责的人 应该立刻提出辞职 真可恶 简直是 我原来一直以为他有什么好心 原来他分明是逼走堂堂之后 又想逼走你们俩 可算了 妈妈 别生气了 为这种人生气不值得